大家好,我是Dixon 今天來到生物淘寶班第七課 第七課裡面講些什麼呢? 這幅圖大家都耳熟能長 當你讀消化系統的時候 其實這條就是個絨毛 當中其實這條絨毛 經常都見到 但問題是它會怎樣出發 又或者有什麼陰濕位 大家要留意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 為何突然會講這條題目呢? 原因就是因為它真的有一個選項 是蠻好的 當中就是問你 X其實就是那個微血管 那個微血管 當中通常都會問 水溶性的東西就會入微血管 但如果你是滋溶性的話 就會入乳微管 所以Y那個其實很清晰 我會知道其實就是乳微管 OK 那就乳微管 當中它會問你 乳微管裡面的液體 裡面有什麼 其實你都會看到 那些選項裡面 都有一些很平均的 例如波和絲 我逐件事去講講 首先當你讀這一課的時候 很多時候同學都會覺得 用消化的角度去分析 但當中裡面 其實你會看到 A的選項和Dock的選項 A的選項就是 就是referred 在你身體防衛的抗體 那個concept 而Dock的選項就是 問你肺那個 所以當你讀的時候 你都要留意清楚 其實你一定要打通 整個整體的課程裡面去理解 不只是單憑了解消化的貨 所以如果你單憑了解消化的貨 一看下去 你看看波和絲 在禁食的時候 就會呈乳白色 這個是否正確的呢 首先第一件事 哪裏錯呢 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不會是禁食的 原因就是因為 乳白色是因為 那個小油滴出現了 那些小油滴其實是怎樣來的呢 脂肪酸再加這個金油的情況之下 以消化的食物分子 消化酸和金油 然後去到上皮細胞度 發生什麼事 有件事就叫做重組 形成那些小油滴 然後再進入乳味管 所以其實 應該不會是禁食 一定是應該是 他吃了一頓有豐富的脂質 所以Boy就一定不是選擇 那些小油滴 但是20% 你看到 好了 餐後裏面有豐富的泡沫堂 Y是乳味管 乳味管是運一些 脂溶性的物質 所以很明顯一定不會有豐富的泡沫堂 但是你都會看到 有21%同學選擇 所以當中裏面 其實很多時候 你會見到一些同學去想法 就是用了那個消化的課 這課是講消化的 當然是選擇一些選項和消化有關 但是誰知道 那兩個消化的課裡面的選項都是錯的 所以這裏是最有趣的地方 你要留意 好 接著DOT那一部分 就是含有大量的氧氣 那這個選項 為何我又會跟你講講呢 原因是 其實你的肺裡面 其實都是佈滿這個微血管網 當中裏面 這個很明顯就不是肺 這個很明顯是小腸裡面 其中一個構造叫做絨毛 所以你說 到彎裡面有大量的氧氣 在肺的層面是這樣的 但問題 我想在這個情況 有大量的氧氣 就應該不對 所以都有9%同學選了這個 簡單來說 從這個篩選的角度來說 只剩下一個大王 50% A 抗體 那你就會問 為何會有抗體 難道到整個消化管道 裡面有一些抗體 然後在消化管道裡面 然後會擴散入乳尾管道 這個我就要特意 highlight這個位置出來 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 當你去到組織液形成的時候 微血管 那個 近小動物的 目端血壓 高於輪近細胞 接著 高流體症壓 那個組織液 就會形成了 OK 而當中裡面 這裡是微血管網 微血管網的話 就是隔離 都有一個個的細胞 在這裡 在微血管網 都會形成那個組織液 那形成了組織液之後 那就 那個乳尾管 就會收集那個組織液 其實整件事就是在玩這件事 所以其實你說 那個Y裡面 那個乳尾管裡面 其實裡面那些液體裡面 是不是有抗體呢 可想而知 就是這樣去理解抗體這個概念 所以我就會這樣說 你看看 那個抗體 會不會在消化管裡 這樣進入 那個乳尾管呢 其實你很難去理解 但多種裡面 當你用過 你組織液的概念 你就會知道 其實應該那個Y裡面 都會有這個抗體 就是這樣理解 所以這條題目 我覺得A的選項裡面 你那個理解和分析 是要有的 這個非常之重要 希望 在深密淘寶班的第七講裡面 幫大家去清清楚這方面的概念 因為其實這個概念 我想是 你會有一個疑問 其實為什麼Y裡面會有抗體在這裡 但問題其實都是在說 組織液的形成 然後去到那個乳尾管的情況 希望今天淘寶班這幅圖 大家理解清楚和清楚一些概念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歡迎大家Like這段影片 和Subscribe這段頻道 有最新的資訊也會通知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的手 拜拜